今天是10月23日 農曆九月初九 亦即是重阳节 最适合就是登高的了 今天已会有 裁衣安葬 最旺的新潮就是马 有贵人之池 生活一般丰盛 属马的吴业坤 自从和太太结婚之后 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 我可以说是频频受到大众关注 不单有新剧拍 又帮新剧编写歌曲 然后去内地举行巡回演唱会 今年年底还会出新专辑 看来坤坤老婆似乎是她贵人 二叔龙的朋友就要小心 身边小人多 做事切物高调以免惹麻烦 今天幸运星是柱女座 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都姐郑玉玲就是柱女座 虽然生日前夕遇上世纪黑羽 但都无了她的心情 静静地地在家过 而她和五位型男的旅行节目 就有不少网民大赞了 她的一班好姐妹也有和她补足生日 简简单单开心幸福 至于射手座的朋友就要好好控制脾气 身体会更健康 之前考你这么多次都给你估中答案 看来你对中草药也有点认识 呃...习惯了点 不行 让我再考下你 到底以下哪种草药是真的呢? A. 爬山车 B. 爬长虎 C. 爬艇仔 立刻想 应该是C. 爬艇仔 喂 答错了 是B. 爬长虎 主持关节酸痛的 我认识多样东西了 我们明天再见 Bye Bye